老婆你要这样看我好看的话 你小心进来要被我惊得窝 在洛阳摆多久 嗯 一个月 我有计划年底的时候 我是要回到广州那边去 那边比较凉快 就没有那么热 我也没有那么冷 为什么选择来洛阳 我可以直说实话吗 我朋友推荐的 我跟你说 洛阳真是掩护了我的认知 这边太热情了 好夸张 太太夸张了 这边人好热情 而且这边真的不敢 为什么选择卖煎饼 首先这个他没有油烟 我就不会碰话题 对不对 对对 提掉了就是话饼的时候 真的很快乐 而且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 还可以跟喜欢我的人说话沟通 让他翻面的时候还可以拍照 啊 我觉得我一定能摊的比别人好 一天能摊多少呢 像正常8个小时就是160张 如果说11个小时 那就是200多张 看到这么多人排队 心情怎么样 超级开心 啊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就是我来了这里 无人问题 没有人喜欢我的感觉 所以说这种感觉就是那种 虚荣心爆棚 有这么多人喜欢我 很有那种 哇 我是存在的 我是夺着的 而且我是被人需要喜欢的 为什么能够元气满满 你想 其实是你们花钱 又花时间来哄我开心啊 你不觉得吗 工作累吗 工作的时候是不会累的 只有回到家里才像是 啊 我好像一个死了 但是其实你在这里工作强度看起来很大 总比你回家去跟那些黑子对线好吧 那些黑子你跟他对线 他会讲不听 他讲不听你就骂他 骂你 然后你要是骂不过他 他会在那阴阳怪气你 那还不如任何工作的 怎么调整心态 遇到这个不好听的声音 要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那种阴阳怪气 就是他只会跟着你 说着你以前的话 正在滴滴歪歪那种 那种不用管他呀 他爱自己活在过去 是他自己的事情 反正我还大步往前走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可爱的 那就是他会捏造一些事实的那种 这都是这个吧 这是送钱的 所以可以告他 不惩罚他 我打算是告了他们的钱 让我来免费他们 如果告一个成功 我就当天的饼全部免费 让他来请我们大家吃饼 我是这么想的 想对粉丝说的话 谢谢你喜欢我吧 谢谢你愿意来买我的煎饼吧 下一站去哪 我自己都没想好呀 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来洛阳 还是我宁波结束后 最后一天他们才跟我说 要不你去洛阳吧 我来一下 amusement 谢谢大家